最近狐狸猫与小树蛙在学习捏黏土 所以来到模型店打算购买多边形的模具 小树蛙,你知道三角形的内角核是几度呢? 是180度 没错 那么五边形、六边形等多边形的内角是几度呢? 这堂课我们将学习求出多边形的内角核 并求出正N边形的内角度数 那我们就开始吧 多边形内任意顶点和不相邻顶点的连线段称为多边形的对角线 例如,我们以A为顶点画出对角线线段AC 可得两个三角形分别是三角形ABC、三角形ACD 四边形ABCD的内角核等于两个三角形的内角核 也就是四边形ABCD的内角核为2乘以180度等于360度 再举个例子,我们来求五边形内角核 以A为顶点画出对角线线段ACAD 可得三个三角形 分别是三角形ABC、三角形ACD与三角形ADE 五边形ABCDE的内角核等于三个三角形的内角核 也就是五边形ABCDE的内角核为3乘以180度等于540度 我们统整一下刚刚的做法并做成表格 狐狸猫思考看看六边形的内角核为几度呢? 六边形可切割成四个三角形 其内角核为4乘以180度等于720度 没错 从四边形可分割成两个三角形 五边形可分割成三个三角形 六边形可分割成四个三角形 观察边数与可切割出的三角形数 会发现可切割出的三角形数似乎是边数少2 因此我们可以推出N边形的公式为 括号N-2乘以180度 且边数N大于等于3 为什么N大于等于3呢? 因为我们计算多边形内角核 是以三角形个数来做计算的 N大于等于3才可能形成三角形 所以边数限制至少要大于等于3才可以哦 已知五边形ABCDE的角E等于X度 角A等于角C等于2X度 角B等于110度 角D等于130度 角A的度数为几度呢? 因为五边形的内角核为 括号5-2乘以180度 等于540度 角A加角B加角C加角D加角E等于540度 所以2X度加110度加2X度加130度加X度 等于540度 可得X度等于60度 故角A等于2X度等于120度 答案选C 恭喜你答对了 可以计算N边形的内角核 那么我们是否能求出每个内角的度数呢? 当我们求的是正N边形的内角时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内角的角度哦 因为正多边形的每个内角都相等 所以从N边形的内角核 可以推算正N边形内角度数 从内角核度数为 括号N-2乘以180度 N大于等于3可知 因为正N边形总共有N个内角 所以只要拿内角核 除以内角各数 即可求的每个内角度数 也就是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为 N分之括号N-2乘以180度 N大于等于3 注意 这里的边数一样限制 至少要大于等于3才可以哦 此外 观察原本的式子 我们可以用分配率 试着化解式子 N分之括号N-2乘以180度 等于N分之180度N-360度 等于N分之180度N-360度 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 也可由此公式计算出 举个例子 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为 5分之括号5-2乘以180度 等于108度 或是180度-5分之360度 等于108度 若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 为150度 则N为多少 A-10 B-11 C-12 D-13 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 有两种算法 选右边的比较简单 代入已知条件 可得 180-150 等于N分之360 30等于N分之360 N等于12 答案选C 恭喜你答对了 狐狸猫考考你 若某五边形的五个内角度数 乘等差数列 写其最大角为120度 试问其最小角度为何 从多边形内角核公式 可知此五边形内角核为 括号5-2乘以180度 等于540度 当五个内角度数乘等差数列 我们可以设公差为D 最大角120度为第一项 第二项为120度-D 第三项为120度-2D 第四项为120度-3D 第五项为120度-4D 其总和为120度 加括号120度-D 加括号120度-2D 加括号120度-3D 加括号120度-4D 等于540度 600度-10D等于540度 10D等于60度 可得D等于6度 最小角度为120度-4D 也就是120度-4乘以6度 等于120度-24度 等于96度 关于多边形内角核 与正N边形内角计算 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吧 N边形的内角核为 括号N-2乘以180度 且N大于等于3 正N边形的每个内角度数为 N分之括号N-2乘以180度 你也可以写成 180度-N分之360度 看来小树蛙与狐狸猫 对于多边形有更深刻的了解了 希望这堂课对你也有帮助 那么我们就下堂课见咯 拜拜